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英特尔完全败下阵来 2010年的时候当时金融海啸发生 那个时候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 台积电也没有看到这个金融风暴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库存以及亏损 但经过12年之后 台电变成全世界的龙头龙大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10年之后呢 20年之后呢 CNBC美国著名的财经电视台 他们压保的是三星电子 不是台积电 理由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地缘政治 第二个原因是当地缘政治 台积电被迫不能够完全留在台湾 而必须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去的时候 台积电过去比起三星电子 比较大的弱项就是它的国际化 什么叫它的国际化 不是说订单没有国际化 而是它的人才以及设厂没有那么国际化 它就过去在美国设了一个Oregon的厂 但是呢同样的Samsung 它在Texas早就设了另外一个厂 这个厂不是半导体是记忆体 但是相当的成功 而过去呢 韩国早就看出了国际设厂的大趋势 所以它比台积电是被逼得不得不去 韩国是早一点自己就知道说飞到美国去不可 所以它储存了非常多的国际的人才 这些人很可能是韩国在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回到韩国去受训 然后再派出来到Texas去 而在美国的晶片与科学法案的大补贴 就是可以补贴之后呢 他们已经拿下来了几个大的 这个很大的大快递 可以容纳五座的新的晶圆厂 而在未来呢 它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在当地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 所以长野盖得比台积顺利 然后在招揽人权上也比台积顺利 专职生产5G跟高效益运算的AI等 先进制程的晶片 所以CMBC认为它看好 十年之后的龙头老大是三星 希望CMBC是看错了 但是我们来看它的逻辑是什么 Samsung是一个全国的商品名字 在100亿亿亚洲家庭里面 Android 电视机 烤箱 麦克风 以及不平常的显示器 所以这13小匙的显示器 可以像17小匙的显示器 这是将近的显示器 数十年来以消费电子建厂 三星自1974年收购 濒临破产的美国半导体公司Hankook 业务拓展至晶片近半世纪后 早已是全球第二大晶片制造商 生产特斯拉电动车晶片 制造超级电脑记忆体 过弯超车挤下世界龙头 对三星来说不是不能说的秘密 而是这两年功能下达的战体 所以这是最终的目标 是踢TSMC 超过TSMC 我曾经参加了一件事 我曾经参加了一件事 是Samsung没有成为第二大晶片 我们非常贵重 作为全球维二壳与台积电并驾齐驱 同样生产5奈米以下先进制成的 晶片代工厂 三星在去年10月公布半导体 20年大计 含出2025年量产2奈米 2027年量产1.4奈米晶片 显然是要比拼 已把2025年定为2奈米量产时程的台积电 同时宣布将大手笔投资 投入300兆寒还 折合美金2280亿 即现有的汽星华城和平泽园区之后 在首尔近郊的金基道龙仁市 新建未来以晶圆代工为主 生产存储晶片NM为辅可容纳5座新晶圆厂 预计2042年前投入使用全南韩第四座的半导体圆区 围绕着尖端晶片的市场争夺 三星与台积电之争始终激烈 根据调查公司极方咨询数据 在晶片代工领域 台积电市占56.6% 稳居全球第一 三星16.4排名第二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 三星除了专注于先进制程研发 以资对抗台积电 日经新闻分析 三星增建园区选择在国内长期投资 应可产生磁吸效应 即光科技大厂荷兰ASMO 日本最大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商 东京贵力科创 已在南韩扩大生产基地之后 应当会有更多半导体设备 或材料厂商加入进驻南韩 而在国内启动巨额投资之举 应当也是三星意识到 因中美激烈对立而浮现出的 半导体地缘正值风险所致 而身为美国同盟国 南韩最大晶片制造商的三星 也正在美国推进半导体工厂建设 We recently went inside Samsung's Austin chipmaking factory, or fab, in the first in-depth tour ever given to a U.S. journalist. 三星不论言确实是美国晶片与科学法的大补铁 才做出扩大德州半导体投资国 规模的决定 选址临近既有厂区 首府奥斯汀东北边城镇泰勒市 投注170亿美金兴建在美第二厂区 预计2024下半年开始将专职生产5G 高效能运算AI等先进制程晶片 2023走过一半 一度希望能在美中晶片战争中 左右逢源的三星 在美国积极拉拢 且不断向北京寄出设备禁令 在两墙中越来越难有模糊空间之后 以明显向美靠拢 走过全球记忆体生产过剩 公司股价因之走跌三成的2022年 三星今年以来股价上涨28% 六月初跟一举站上52周来新高 尽管时间点是第一季财报公布获利暴跌之际 但由于北京恰巧宣布 中国将禁用美光产品 在市场产生转单效应心理预期下 三星股价不降反升 但三星选择德州扩建半导体长区 其实跟台积电挑中亚利桑那一样 面临气候因素可能导致用水匮乏的重大挑战 加上德州立法禁止跨州调度电力 供电网路相较全美其他州独树一致 若2021年德州冰风暴重演 大规模断电被迫停产的可能性也是存在 大概80%的 Texas remains in drought 2021 Samsung used about 38 billion gallons of water to make its chips where will that water come from here especially in periods of drought so we have the the Texas water board that's working on that and legislation we're working on this session to make sure that with a growing population in Texas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for the water needs not just the businesses but also for our growing population now what you see here are the cooling towers behind us and you know we've got a very aggressive goal this year in Austin on our Austin campus we want to reuse over 1 billion gallons of water this year and you know we take our sustainability goals very seriously even on our Taylor project which we have starting up our goals there are to reclaim over 75% of our water I already signed 12 laws to make the power grid more reliable more resilient and more secure and so we can definitely assure any business moving here they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power they need but also at a low cost 是美国政府近來明顯意識到要與中國全面脫鉤太過困難 傳出有意延長晶片出口管制現行豁免期 也就是允許三星台積電這些大陸高端晶片主要供應商 能繼續在中國維持既有生產線甚至可擴大業務範磢 對於在美中晶片大戰中企圖滿滿的三星而言 重拾大陸市場無疑是重大解套 因为整个南韩半导体产业 销往中国晶片一年总量 高占出口份额四成之多 反观同样富美的台积电 公司内部质疑生产成本过高 及台美文化差异 势必在人才管理上带来挑战 恐难成功复制晶片生产的担忧 越来越多 面对流露出垂涎世界龙头 满怀作而忘一商业野心的南韩挑战者 站在顶峰的台湾半导体 是否也该戒身恐惧